尊敬的弟侯师父 尊敬的各位义工同修 大家晚上好 大家今天念佛念得好吗 大家好我就很高兴 今天我没有念上 事情很多都是在处理室 处理的时候也会生一点点烦恼 但是想到听到大家的念佛声 我就很欢喜 我出去中间有一次出去 到外面办事 感觉我们这个营地 全部都是佛号声 特别舒服 磁场很好 大家平时也是坚持回家 多念佛 佛号不要忘 昨天我是跟我们同修分享到 敦伦敬奋 身心因果 没有讲完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因为 这条家规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在实际的义工工作中 经常会存在一些疑惑 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所以在这里呢 不怪大家 是我呢 做得不好 因为任何一个团队呢 其实他想做事之前呢 包括像我们企业 一成立 马上呢 就要搭建这个组织架构 就像一个人一样 他首先有股价 然后在不断的丰富 有血有肉 他才会 他才会比较丰满 然后你在让他的灵魂呢 不断的去提升 纯净纯善 这个人就会 做得比较好 我们这个 义工团队也是这样 架构呢 要比较清晰 人员呢 相对的要比较固定 尤其是主要的义工负责人 那因为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 我从来呢 也没有想过啊 就是说 会在香港 有 就是说来 带一个这样的义工团队 因为 当时我们做法会呢 好像就是 临时搭个班子 搭完了 好像就 大家就各奔东西 就完成任务了 很简单 那 我自己移民香港呢 当时的 想法 一个是觉得 从孩子的教学角度考虑 另外一个呢 从我自身的修学来考虑 我觉得这个粤语啊 我不懂 我语言能力很差 我觉得到一个 完全听不懂话的地方呢 比较便于我进修 就别人说话 我都听不懂 那第二个呢 我就觉得 比较方便 能亲近 师傅上人 和 定红师傅 这样的善知识 我有问题 随时可以到 协会去请教 第三个呢 我是觉得 可以放下 我现在的 就是金店 这个公司 就不想再去做了 交给现在的 我们那个团队去做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我去年 办的这个移民 现在基本上 已经都办完 但是呢 没有想到 就是在今年 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完全就超出我自己的想象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我会在香港 带 义工 会在香港呢 就是说 跟大家一起 这样子的 去大规模的 共修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随着 几次法会下来呢 的确有很多义工 特别的辛苦 特别的发心 特别不容易 也很想的 跟着我们 一起来学习 进步 真的是 就是从心里 不忍心的 把他们放下 那在大约是两个月前 有一次呢 师父上人 中午要在去奖金之前 我们在门口 在公营 师父上人 那师父上人 走到我面前 就盯着我很严肃 很大声的说 你要讲 创业其家 教学为先 那之前呢 师父上人也有讲 是通过定红师父 告诉我的 我都没有放在心里 就当时就讲 当时就讲 我不想讲课了 就是 自己就是想 好好地听经念佛 结果那天 师父上人 跟我说完呢 我回去很认真的 想要背这个课 但是想呢 我觉得你看 我的家吧 还可以 像父母啊 先生都很支持 也在家里 不会生什么烦恼 这个企业呢 经过六年的 这样的待 弟子柜也学了五年多 我领着我的 二十来个员工 都非常的安稳 基本上 现在都是老员工 都干过五年以上的 这样老员工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 没有太多可讲的 只是就是在把我之前 国内的 女德论坛上的 一些内容呢 再重新整合一下 因为没有什么讲的 就加入了一些 我今年的一些经历 去讲 讲了四个 四个课时 就是每一节 两个小时 一共是八个小时 在我们去 斯里兰卡之前 我在盛永鹏录制的 那我就 我就不是很愿意讲 那直到我们这一次 办这个法会 就是在昨天呢 我突然就是 有一点点开窍 我就跟电红书汇报 我说 我感觉 如果就是我的小家 我那个小的事业 不值得 是不是上人去 这样的浓重的 去跟我讲这个话 因为我的金店 就是二十个人 家里也就是 两个小孩子 我觉得 是不是上人在 跟我讲的是 一个大家 一个如来之家 我们的义工之家 通过这个义工之家呢 怎么样去 教学为先 怎么样去 让我们的这个 护法团队 能够更有德行 更有能力 更有素质 如理如法的 去护持好 我们这个 无量寿经的法脉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是个大事情 真的是何丹如来佳业 对于我来讲呢 也是 没有 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讲 我觉得虽然 我的能力和学识都很差 但是既然今天有缘呢 跟大家一起来 共同学习 我们完全的养成 阿弥陀佛的 慈悲的愿力 养成师父上人的 加持 我们自己 真诚的去发心 很放下 那我相信呢 我们一定会 把我们这个如来的 家业 能够承担起来 做得更好 其实真的是 特别感谢大家的鼓励 我今天一天没有念佛 听经有听 没有念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呢 我是到各个重要的小组 法务组 接待组 膳食组 包括那一堂主的主要负责人 我都有跟他们亲自的去了解 去沟通 看看我们之前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在这个 这一年的法规过程中 有哪些做得 更需要改进的 我自己是非常的惭愧 也很 也很 很难过 主要是觉得自己呢 没有拿出一些时间来 跟我们这些义工同修来交流 来分享 很多情况呢 都不了解 那也不知道如何去指导这些工作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在讲这个五轮 那真正的我们在这里 君臣有义 君人臣中 这个义呢 既有恩义 也有情义 也有道义 但是这个情呢 它不是世间的情直 它是我们对众生的这种慈悲 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 虽然家里有很多事情 我们每个人有一些事业 但是呢 都愿意 力所能及的 去发心 去做我们义工的这些事情 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呢 我是发自内心的 特别感恩大家 因为每一次法会 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义工 我不算辛苦 因为我每次只是来的时候 可能现场会累一下呀 看一看呢 整个法会的筹备 这个过程 都是我们一工在支撑 四月法会的书胜呢 在于我们没有停止教学 因为从法会筹备一开始 定红师傅给我的交代 就是第一呢 我自己不能停师傅上人的奖金 一定要坚持听经 是跟定红师傅一起听 第二呢 要拿出时间 跟所有的主要义工负责人来学习 那么当时 那么当时向劝发普及新闻的头两堂课 都是定红师傅亲自去讲代 那我就按照 定红师傅的讲义 我进行副讲 结合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一些状况 进行调整 还有念佛倡议文 那么我自己呢 在六月法会的时候呢 我觉得主要是师傅上人的加持 包括刘孙云老婆的加持 不可思议 那紧接着我们如果想长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要认真真的 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架构啊 要搭建出来 真正的选出有德行 有能力 肯发心 这样的义工来承担主要负责人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相信有德 一定会有人啊 会他跟他有缘的义工同修会聚集起来 一起来做事 因为在我们做这一年的过程中 我跟定红师傅都有同感 靠劝发菩提心很难 如果他自己肯真发心 我发心护制正法 我发心续合会命的话 我们来一起来带动 教学相长呢 就相对比较容易 如果他没有真发出这个大心 只是来有缘参加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呢 他就是说 可做也行 不做也行 没有想到 做这件事情的 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那我们这样的人呢 就不建议他做主要负责人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会很累 我的年纪也不是说二三十岁 我是要像在座很多年轻人 像我那个助理雪莉 只有二十三岁 我可以通宵不睡觉 来做都没有问题 但是年纪的确是到了四十岁 我就感觉体力没有以前那样 可以了 而且呢 因为我两个孩子呢 都是抛肤产 手术 我又没有很好的 修这个两个孩子的产假 就是没有做好这个月子 所以身体有时候会比较虚 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再加上宿室呢 可能杀生的夜暴也比较重 我在没学活之前 也是有很重的这个杀业 也堕胎 然后呢 也杀过生 海鲜在大连海边 所以对身体不好 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都甘愿去承受 但是呢 如果我们 在总结这一年的工作经验 我自己的感觉是要 不主动攀缘 是找人 真想做呢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韦陀菩萨会送人 送的人是肯真发心的人 这样的人呢 我们鼓励他 把这个发心持续下去 不断 护制好他的法身会命 这样也是 对我们整个义工团队啊 特别的负责 我们在四点兰卡 包括在国内 我听刘教授多次的讲课 他反复强调的 怎么样用人呢 第一是用笑脸之人 既孝顺 又连结 无私的人 一点点私信都没有 这是用人的第一点 你看在古代都叫举笑脸 要举见这样的人 出来为老百姓服务 为众生服务 众生才有福报 才能真正得利益 第二个呢 是用敢于直言犯贱的人 他看到你哪里做的不对 他能告诉你 他会用正确的知见 来修正你的不足的地方 我为什么 我那个洪翔 我就比较安心 就大连的我的公司 我比较安心的能够放手 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副总来帮助我 特别的孝顺 他父母啊 他家三个孩子 三个女儿 他是最小 有一个姐姐在日本 父母的所有的照料 全部是他来承担 对父母特别的孝顺 我见过他爸 我在五年前 刚刚开始推动弟子规的时候 第一封给我写信的 就是他父亲 而且告诉他女儿 一辈子都要 不要离开这个公司 赚钱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做一个 圣贤人 学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那封信让我特别的感动 一直是我们洪翔家书里的第一封 我把洪翔的员工的家长的来信 盯成了一个家书 这个爸爸的信 一直都是第一封 我在大连办过两次论坛 传统化论坛 爸爸每次啊 都是早早的来 坐在最前排 听得很认真 爸爸妈妈都是 而且呢 我的这个副总 他特别大公司 没有一点点私心 他如果觉得 这个东西他有需要 他会主动跟我讲 他说陈总 方不方便 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订货 会有一些赠品 他说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呢 有一点需要 那你看 方不方便给我一个 如果方便呢 我就拿一个 或者给钱也可以 如果不方便 我可以不拿 他会很坦白的跟你交流 公司他来了五年 我们单位的厕所 都是他刷 从来是第一个到公司 基本上不会晚于六点 最后一个从公司走 所以他先生就说 你的家不在这里 你的家在公司 那是你的家 我最初到香港 我那个大儿子 还没有住宿 我大儿子都是住在他家里 他帮我带 做饭 每天早上开车 先把我儿子送到学校 然后再去公司 到公司 第一件事情 就是纠正所有员工 对我的称呼 他不允许员工 管我叫姐 他说陈总 这样的话 名不正言不顺 他管你称呼姐妹呀 他就没有村众了 要叫老总 要叫陈总 所以他看见谁呀 不叫陈总 他就呵斥 你要叫陈总 是我们这种经理 最后呢 就是连我先生的 集团公司的那些人 上百人 全被他纠正过来 一律都叫陈总 之前都是管我叫陈姐 这样叫 而且发现 比如说 我让一个业务经理 去订货 订货呢 这个业务经理呢 就有了吃回扣的现象 当然我不知道啊 他怎么样呢 他也不知道他会吃回扣 但是他会去跟踪 比如说 我年底啊 给所有的客户 我要发礼品 每人订一桶那个油 那油要 一百多块钱 我当时是订了 几百土吧 就给一些客户发 那他先打进了一下市场的 同行的各种品牌油的价钱和品质 然后呢 这个订油的员工呢 跟他提出来之后 他就说 跟你这个同质量的 有价钱更低的 你可以选那个牌子 因为他事前调查过 那员工去选了 选了 但是还是可以拿到回扣 那他呢 就是专门 就是以另外一个身份 又跑到这个 卖油的地方了 就是我也要订同样数量 你会给我多少 人家就说 给了一个多少数字 回来呢 他就跟那个员工讲 说 这些钱呢 我会让陈总 一奖金的形式给你 你不要要 那员工都傻了 他不知道他 他说的很准确 而且一点点不是为自己 真是为公司 所以我公司 特别放心交给他 我的工 我的工资啊 工资卡 全在他手里 然后他控制我花钱 不让我乱花钱 不让我乱结缘 因为 我那家讲米德克呀 有的就从外地来的 知道我是金店的老板呢 就跟我一开口要三万 家里困难 有的一开口要六万 说要治病 他就出去 就给人打住 说我们陈总没钱 他工资卡都在我这里呢 你不用跟他讲 说我们陈总的钱呢 只印这个光盘和法宝 你拿法宝的随便拿 其余的钱他没有的 他都要跟我拿钱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我的这个助理呢 助手啊 帮我去承担这个公司 我就很放心 而且我只要有错误 他会告诉我 有一次呢 我就当着员工发脾气 那是四年前的事情 四五年前 他就单独 他说我从来不当的众人面 都是单独到我的办公室 把门关上 说陈总 咱是做金银币的老总 咱对的都是高端客户 咱老总形象啊 修养要注意 有问题吧 我来当黑了 我可以跟他发脾气 你呢就笑咪咪的 你不用发货 你保持你的形象 你跟我讲 我就合适了 所以他都是做黑脸 我做红脸 今天 我也是有点事情找他 就听说他又是累定了 因为到年底每次都很忙 每次到年底他都一着急上火 就要发烧啊什么的 我也说我说很心疼 我说你要注意身体 他的年龄比我大三四岁 但是对我的那种真诚和恭敬 远超过所有的年轻人 因为有一次呢 他出差在外地 冬天呢 路也很滑 他们拉了这个货呢 叫做高速赶回公司 那我因为呢 有一个东西找不着了 是财务的资料 他也主管财务 财务总监 我就很着急的 先问 他们同车的另外一个人 同车的这个年轻员工呢 就很不以为然 回复我就说 找不着就别找呗 反正我们明天也回去了 陈忠你就回家了 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今天一定要找到 我要给总公司报 我说你有没有就跟我那副总一起啊 我说我要找他 结果是回来之后啊 同车的这个年轻员工跟我讲的 说这个还没接电话呢 财务呢 就是我那个副总 一听你有事啊 着急 在后面就很紧张 就哎 陈总什么事啊 什么事 快把电话给我 告诉他在哪里 你告诉他 你告诉陈总不要着急 从来都是 我就感觉 在现在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很难找到 对领导的这种攻击 而且呢 他原先是大连一个 很大的集团公司的财务部长 一个月呢 都挣上万的工资 到我公司来呢 最早一个月只拿两千块钱 差了几倍 我就特别不理解 我说 你为什么要跑来 这拿这么低的工资呢 你到底为什么呢 他就不说 后来我们相处了 将近一年 他跟我讲 他原先那个集团公司 说老总啊 和整个的风气不正 让我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 我不会去随顺他们 同流合污 那人家也答应 给我个人一些好处 他说那我一分不要 他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他说我不可以 拿这些钱 去侮辱我的父母 我父母养我 不是让我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呢 他就坚决辞职 他辞职的时候 整个他们的集团公司 都很震撼 因为他负责 整个的一个集团公司的财务部 他是部长 那他为什么来到我这里呢 是我先生那面的财务总监 介绍来的 然后呢 他先问 说 第一 说这个老总是男的是女的 要女老总 为什么要女老总呢 他说男老总啊 这个 有的是想法不太好 不能跟他沟通 然后 而且男老总经常 喜欢出去喝酒啊 这些 他说这些一律 他都不参加 第二呢 他说 有没有信仰 这两点我恰好符合 又是学佛的 又是女的 他就觉得 冲着这两点 他就来了 来了呢 我们就讲这个人的一生啊 结果在他到我们公司 五年之后 就是今年 他那个集团公司 整个的出事了 老总都进监狱了 很多那个财务部的人 都在监狱里 他当时 他听了这个消息 我就今年我在香港 他跟我打电话 聊了很久 他说陈总 我以前虽然没有学圣贤教育 没学过弟子规 但是父母从小教导我 怎么做一个政治善良的人 我听了父母的话 我这辈子 我才能走到今天 我心里特别的安稳 我没有 我如果还在那个公司 我一定会进去的 因为我是负责这个财务的 他就不肯跟他们做那个账 不肯接受他们那个钱 那我就出来了 他说哪怕我拿很少的钱 我很心安理得 所以呢 我的一生中呢 我就觉得我认识到很多这样的菩萨 来到我身边 来教化我 我特别的感恩他 因为他教会我很多 做人的道理 我只要有哪块做的不对了 他就指出来 告诉我这样做 不是很合适 所以这个是用人的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点 你敢不敢于直言犯戒 而不是说 哎呀 金平老师你好啊 你好 你都好 我知道我不好的 因为我没有成圣成天 没有成佛呀 人无完人呢 我怎么可能都好呢 我自己知道我的毛病习气 第三点是肯坚持学圣贤教育的人 这是刘玉蒂教授 在不断的讲群书制药中 常讲的一堂课 就是用人之道 我听了很受用 所以呢 我曾经呢 给我们的义工小组长 就是义工负责人 提过这样的建议 我说可不可以 整理我们的义工答案呢 义工答案里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请他们把父母的生日报上来 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团队 怎么样去护制好 他们孝顺父母的这个心 我说我们可以在 父母过生的那一天 以我们护士悉灾养会的名义 写一封感谢信 感谢他养出这样的一个好儿女 能够来帮助护士悉灾 哪怕一点很小的礼物 都让父母生欢喜心 那么 这个呢 当然我们的义工比较多 落实起来可能会有点难度 但是只要我们真正有这个心 吃多大的苦 我能让三百个义工的父母欢喜 三百多个义工的公婆欢喜 我觉得也是一个大的不失 无畏不失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 如理如法的去做 那没有这样的合适的人呢 我们在建团队的时候 我会我会比较辛苦 我自己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比较难 因为家里也要照顾 公司也不是说一点不管 我那公司的员工啊 对我是有一点点停止了 那现在都是慢慢的断了 我觉得我们义工团队 有很多义工 对我是有一点点停止 特别的呵护我 特别的爱护我 总是想很小的跟我亲近 我们亲近没有问题 在一起呢 我们来求法求道 不讲世间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情职放下 在真正的我们这个如来之家里 五轮里都是没有情职的 我们转一切的情缘为法缘 真正的 把对父母的这种孝顺 化为对众生的这种悲心爱心 在这里去 能够去成就 我们的这样的使命 所以呢 义工的负责人 的确是不容易 要 有使命感 那我们这个团队 也很年轻 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一下手 三十岁以下的义工有多少 三十岁以下 三十岁以下 很多 我觉得很多 能有至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些义工呢 总有一天 你们会 走到我这个位置 会担负重要的 使命和任务 就像在世间一样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今天也是 痛哭流涕的跟我的这个秘书 雪莉啊 我上午没有念佛 听完经 我是在跟他讲话 我是痛哭的跟他讲 我说年轻人 有你这样的机缘 能够来到师父和我身边 没有 很少 那么呢 我们可能素食也有这样的缘分 走到一起 我对你呢 没有别的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 你不是为你自己 不是为定红师父 也不是为陈静宇在做事 你是为千千万万个 想求法的年轻人 在做这样的表率 我说这个任务 很特殊 使命也很重大 我们的纯心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还贪求世间的这种享受 贪求自己的那一点的感觉 安乐 我说不是背不背因果 而是我们真的就 辜负了佛菩萨的安排 我们要发出大心 发出因众心 有使命感 这样就是对我们父母的最大的孝顺 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机缘 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年轻人 今天走到这里 我们办了一场又一场法会 那么辛苦 如果只是为了找一个法会的书上的感觉 那就不要做 我们要想到每一个人在那里 就是一尊佛 一尊菩萨 来的一万个信众也好 两千个信众也好 他就看着 这就是未来的年轻人 未来的 佛菩萨的教导之下的年轻人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吗 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心也很痛 因为在六月法会的时候 我曾经看得过这样的现象 一个年轻人 我中间出去也是寻一下场 他吃完饭就把脚搭在这个椅子上 是个义工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把脚拿下来 他瞅了我一眼 他就把脚拿下来了 后来我就说 我说你这盒饭没有吃完 为什么没有吃完呢 我这盒饭很难吃 天天都是这样 很难吃 你没有吃过吗 然后我说 我吃不吃过 我说你先别问 我说我们要吸服 我说这个浪费这么多 那你吃剩的别人又不能打算 这样不好 你是谁 你凭什么管我 我说我是谁也不重要 我说我是觉得年轻人 这样不好 我是要的你给我 不用给你了 我自己处理 那后来呢 他也怎么处理的 我也没看 因为当时在旁边有几个人 我着急呢 去后面找刘孙英老师 我就走了 就是大概有那么两句对话 两三句对话 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呢 我就觉得 如果是 这样的行为 然后这样的信念 我们真的不要来做 那我们各个小组的义工负责人 他肯定有推荐义工的 或者负责义工的 我们要在这里认真的去 去把关 如果还不是很好的能够表法的话 在平时啊 我们训练训练 来一起做 可以 真正我们上场开始表演的时候 法会中 咱就不要上台表演了 下面的人会看擦眼 他看不明白啊 那不都是义工吗 义工不都是 这个 发补提心啊 然后 学弟子归啊 这很好的呀 他们会这样以为 那我们没学好人 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拿出时间来 好好地把弟子归学好 好好地养出对父母的那种 阴重心 礼节呢 实际上我自己感觉 不是说你一条条背的 好像啊 长律举药也好 弟子归也好 一百一十三条也好 沙迷粒鱼多少多少条也好 我们记不来那么多的 你只要有真正的 真诚恭敬 孝亲尊师的这个心 所有的礼节都是自然而然 他就出来了 因为他是我们自身的性德 这是老法师讲的 当我们用这种真诚恭敬 回归到我们的性德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够 才能够如理如法 所以这些其实不用学 学呢 是在养我们的修德 通过修正 我们现在的毛病喜气 不断的回归 我们不能一下子到位呢 我们就一条条的赶 我就跟雪莉说 我说早上起来要知道 问医生老师好 我不要求你们 但是你在家有没有问 父母好啊 我们在家都要问了吗 爸爸妈妈早上好 晚上 爸爸妈妈 我们睡觉了哈 有没有什么事啊 打声招呼 那爸爸妈妈要是咳嗽一声 我马上就跟没水 哎呀 怎么了 是不是哪块不舒服啊 而不会说我一动不动 我 你咳嗽二十分钟 我也是不动的 因为我 我很累了 我要睡觉 我记得有一年 我妈妈三十晚上生病 我三十晚上那一天 已经很累了 因为刚把公婆送走 我就叫车 陪着妈妈去医院打钓瓶 整整一宿 我就跪在那儿 跟我妈再量体温呢 再降温呢 大概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我妈就在医院 打着钓瓶就快好了 我爸就说说 那你就赶紧回去看孩子 我就回来 但是那种欢喜啊 那种高兴 特别的知足 就是觉得 哎呀 我就坐得很舒服 很欢喜 今天呢 也是 我儿子也是跟我投诉 讲啊 这个老老爷管他太严 有一些话呢 如何如何 我唯一的跟他讲的话 就是我说 儿子 妈妈不在 一切都要听 姥姥姥姥爷的 错了都要听 这就是孝顺 你懂得孝顺 妈妈的 爸爸妈妈 你就能够有福报 你就知道 怎么样孝顺一切老人 这是做人的根本 这是一个人应该做 否则不叫人了 乌鸦知道繁土 高阳知道贵辱 我们做人知不知道这一切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要来反思 要来克服 要来改正 要有跟自己啊 改毛病的这种决心 不要放纵自己 这种心呢 就是去极乐世界成佛的心 我们这里啊 有一对姐妹 我也是刚刚认识 从澳洲来的 我看到 因为这两天 姐妹的父母呢 也有来这里 一起念佛 那么呢 他们有跟地红师傅 中午散步 我有听妈妈 跟我沟通和交流 姐妹俩那个孝顺呢 无以伦比 我没有看到过 我就请教妈妈 我说妈妈 你怎么教的 这两个女儿 妈妈就说 我的妈妈是小学老师 从小我就知道 教弟子归的 他们从小就背弟子归 他们是越 这个妈妈是越南人 华侨 在海外 两个女儿 大了以后到新西兰 然后现在都是在澳洲 大女儿呢 在澳洲学有所成 学习很好 到伦敦一个 律师事务所工作 无论是薪资 无论是待遇 都非常的好 那爸爸和妈妈的心愿 是什么呢 希望他能够放下 这些世间的名利 去为佛法做事 把自己奉献给三宝 女儿二话都没有说 第一条辞职信 然后呢 那个律师事务所 伦敦律师事务所 就很惊讶 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说我要孝顺父母 他说那人家 外国人就不理解啊 说是不是父母病了呀 他说没有 我父母 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听父母的话 而且一点没有对立 很欢喜的听 我就问这个大女儿 我说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他说我很高兴 因为我名字里呢 有一个栗 叫茉莉花的那个栗 在我们越南呢 拿茉莉花是唯一供养 佛的这样的一个鲜花 我们越南都拿这个最好的 就是拿茉莉花来供佛 妈妈爸爸一生叫我 就是有这样的希望 能把我供给佛 把我供养出去 教育我成人 我可以为佛法做事了 我很高兴 因为他可以做这个英文的翻译 然后 这个妹妹呢 是怎么样护制姐姐呢 妹妹特别高兴 说姐姐 你把工作全辞了 我是医生 我的所有的钱 来养你 来养父母 就够了 姐妹俩 姐妹俩啊 都不结婚 都要一生的 用自己的这种真德 用自己的这种学识 德行 去为佛陀的事业做贡献 而且父母是无比的欢喜 爸爸妈妈都学佛 那个高兴啊 那种把女儿奉献给三宝的这种 欣喜 我真的我看了很感动 我今天在散步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惭愧 因为我觉得 自己真是做得很差 像他们这样的 有女德的 有德行的 真是应该给大家来 多讲讲 多分享 你看妈妈那个脸 特别的慈祥 特别的安和 特别平静 就像那种观音菩萨的那种脸一样 结脸也是 一点点浮躁的感觉都找不到 一点都没有 一下雨了 知道马上就打伞 撑伞 给师父 给老人 一看你有东西了 马上主动就拿过来 自己拎着 替你拎着 对老师的那种恭敬 对老人的那种 孝顺尊重 我真的在国内 我没有看到 在香港我也没有看到过 我有的时候挺难过的 因为今年呢 我跟定红师傅 走的地方比较多 我到海外 为什么师父上人的法源 在海外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那么殊胜 大家为什么鼓掌了 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因为 为什么在马来西亚 那么殊胜 我们的汉学院会 汉学院呢 在马来西亚 落地 总统来全力护持 大家有没有想过 可能大家很少接触 马来西亚的同修 我今年参加了 马来西亚的佛期 中间呢 还有一次去跟定红师傅 到马来西亚 参加一次诸念 我们中国人 大陆人 包括我们香港人 我不是在批评指责大家 没有海外华侨 那么单纯了 他们真的很单纯 很单纯 没有那种机心 一点都没有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大家都很想亲亲师傅 如果我们是国内的人呢 就第一个想法 你不可以亲亲 我要亲亲 但是 我在马 我看到马来西亚的同修是 我都亲亲很久了 金云你没有亲亲 来我把位置让给你 都把我往上拎 我都觉得很惭愧 金云你要去啊 你要亲亲师傅啊 就这样子的 我去马来西亚 参加佛期 只是很随口的说 我说 可不可以买点那个榴莲杆呢 回来给妈妈呀 给同修分一分 我的想法呢 就是一小箱买一点 就可以了 结果呢 是一位很有地位 很有身份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修 一个很有钱的老总的太太了 一个大户法 一点没有太太的那种富贵气 把马来西亚 佛期念佛的时间放下了 跑遍了吉隆坡 所有的超市 收集到所有的榴莲类的制品 榴莲糕 榴莲酱 榴莲干 买了整整七八大箱 然后很认真地跟我讲 金云老师 我不知道 应该这些全了吧 你看这些够不够 他说有的品种 我也没尝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 什么榴莲巧克力 榴莲饼干 这类我没尝试过 你可以尝尝 我尝过的好吃的 我都买的多一点 我当时就是那种蒙的感觉 因为他们那种真诚 那种待人的厚道 我很难在国内见到 真的很难 在偏远地区有 就是说很偏远的 像北方啊 内蒙啊 就是包括很东北的地方 他们有对法的那种恭敬 我们这边不觉得法宝怎么样 也不以为然 太多了 那我就让我大连的这个员工啊 把法宝往远处偏远地去发 那些老人们 拿到一片光盘 拿到一个波金机 如获至宝 我趁着我跟大家说 他们拿什么方式感恩我呢 没有什么好东西 把菜啊 塞干了 拿菜干给我 一麻袋 我所有东西都不收 然后呢 我跟你我跟员工说 我说这一麻 这一麻袋的菜干我收了 做得很粗糙 但是很认真 拿那个小纸片呢 请人认真真 恭恭敬敬写上 敬离老师 这个菜干怎么吃 怎么泡 是茄子干 是豆角干 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 只有这一点可以给你 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义工 很多同修 不珍惜法宝的 不在乎的 不以为然的 他们那里拿到一片 都觉得高兴的不得了 因为很远 没有人愿意往那边发 优费又很贵 那我呢 就是说 所有的优费都我来承担 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后来我发现这个波金机呢 是比较方便 所以今年 我们护士学校会做的波金机最多 我心里想大概 五六万台都不止 七八万台吧 因为四月法会就一万两千台 是有同修供养 马来西亚我供养了一万台 也是我联系供养 我们自己做的六月法会的波金机 丁红师傅的专用的波金机 那么 还有老法师的大金姐的波金机 都是五千台一万台这样做 我就觉得为了方便 因为他们在里面很少 也有DVD机了 有的家里电视都没有 那放光盘就很不容易 那波金机呢 查个电池 他们就可以听 他们觉得听到声音 已经很高兴了 那我就觉得这种 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们想想他们 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 我们可不可以浪费福报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把吃的随便的就这样浪费 有的我们在座的义工同修有跟我讲 说我们来的地方很偏僻 有的小学校的学生啊 在贫困的地方 连个糖果都没有见到 连饼干都没吃过 咱上贡下来的贡果 贡的这些糖果可不可以领一箱回去 我当时心里听了很难受 所以今天我亲自到法务中 看我们所有下来的贡品 因为在4月6日法会 我没有问过这些事情 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疏忽 我没有想到 这些大量的同修贡团的贡品 怎么样的处理 那我这次呢 就是一箱箱的去落实 我们都可以吃撑 吃的吃不下 咱不用想非洲 咱就想想国内 想想这些同修 你就会很珍惜 不忍心去吃 也不忍心去浪费 我说可以 看需要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 都写明 然后最好是带一些法宝 给他们过去 我们广结法院 所以有的时候 我的心情有的时候是很 很难过 就像有一个同修跟我讲 他说 静瑜啊 我很欢喜念佛 我念阿弥陀佛 念得很高兴 可是有的时候 我念着念着 我也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众生太苦了 真学佛的人太少了 真能够放下自己 放下自私自利的人太少了 没有别的原因 我们听经太少了 我们没有教学为先 老法师的十个教学为先 极乐世界 诸佛暴徒 都是教学为先 我们如果不把教学放到第一位 把听经放到第一位 我们做的所有都是偏差的 就像弟子规里讲 但立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全是自己的知见 我们在整个的义工的架构里 因为我不认识很多义工 我希望大家能够举贤才 肯发心的 有德行的 有能力的 推荐到佛门中 担任重要的事物 真正发心 护制正法 靠我一个人做不来 我是会打字 我是能够通一点点电脑了 能够简单的做一点点事情 能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点 差得太远了 我经常遇到同学问我 包括蔡老师都问过我两遍 金云你是不是英文很强啊 可不可以做英文 我说我真的英文很差了 我真的不行 我没有谦虚 我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发心 大家一起做 我说了很多遍 我们要做牵手牵眼观音了 我们一只手啊 两只手做不来呢 那么在这里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合作 因为我在以前的传统话论坛里 经常讲一个故事 可能有的同学有例子 这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说 有一对美国的夫妻 他们特别喜欢世界各地旅游 在旅游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喜欢在各个地方去测验呢 当地的这个小朋友 怎么测验呢 就是一个瓶子 瓶子的那个度啊 很大 瓶口很细 很细 那这个瓶子里呢 装了五颜六色的小球 装了五六个 那每个小球呢 都有一根线 那线呢 是搭在瓶外的 那五个小球呢 就有五个小朋友 每人 拽一根线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夫妻呢 这个夫妻 他就 说我们做这个测试 我喊 一二三 喊几声数 你们 谁第一个 把这个球抽出来 我就给你们奖励 那在世界各地呢 它的测验结果 都是失败的 因为大家都想第一个抽了 所以都堵在 这个球都堵在瓶口 那他来到中国的一个 偏远的一个农村呢 他就找几个小朋友来测试 结果这测试 一结束 他目瞪口呆 他特别特别的惊讶 因为所有的球都出来了 一个一个都出来了 就是在三秒钟之内 他就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出来的呢 因为我找你们 你没有商量好啊 你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呀 你们怎么出来的呢 这几个小朋友说 很简单 因为父母有教导我们 我们要 男孩子先 女孩子后 大的先 小的后 那我们就看了 两个男孩子先 我们三个女孩子后 那个大的先 我们小的后 最小的最后一个出来 最大的第一个出来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应该遵循的一个 轮藏 后来这个美国老人家就说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第一的才会给礼物啊 那你们其他四个没有 他们说 因为我们商量好了 第一个拿到礼物的 我们也均分 每个人都能知道 所以 所以他就很 很赞叹我们这个 中国小朋友的 聪明智慧 那我们也要这样学了 要有这种 不要有竞争的心 不要在这里啊 按自己的知见 跟我喜欢的 跟我有缘的 我们是一个小团队 没有缘的 好像是 我们就排到一边 聚到这里的 全部是有缘的 哪个没有缘呢 只不过是 有的是善缘 有的是恶缘 恶缘呢 我就给它排开 善缘呢 我就归到我这 我就可以用 绝对不要这样 这个结的不是法缘呢 结的是六道轮回的缘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把善缘也变成法缘 把恶缘先转成善缘 再转成法缘 你要直接说法 他不听你的吗 你指挥他 他也不听你的 我们就把恶的先转善 怎么转呢 多布施 多爱语 布施就是多请客送礼 给小礼物 小礼物呢 不一定是东西 可以是他 真正用得上的 他能够用上 你真诚心给他 发自内心的给他 可以是关怀的语言 看他累了 说一声体贴的话 看他不开心了 安慰他几句 看他家里有困难了 我们帮一把 这里没有情职 这样的话 我们结法缘 我们敦伦敬奋的这一课 很重要 你真正能按照轮常去做事 你相信 善因一定得善过 因为你按照轮常 你没有违背 五轮五常 你如果违背了 就麻烦了 轮床乖喘 利剑消亡 乖喘就是你背离他 你不遵守掌幼有序 你不遵守军人沉重 你就利剑消亡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明白 要懂得这些道理 一点点的去修正 自己的毛病习气 还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我一点点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着急 因为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 可以在一起共修的时间 我也没有想到 就这次法会 我会有单独跟大家分享的时间 本来只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开这个小会 然后呢 我就把自己的修学的心得 跟他们来交流一下 希望呢 供他们参考 也没有想到 其他的我们在座的这些义工 都很欢喜听 大家喜欢听呢 明天我还会给大家讲最后一堂课 那后天呢 后天呢 我们就圆满了 圆满之后呢 回到各自的家里 继续修学 今天电红书在奖金里有汇报 我的火灿办公室呢 是12月1号 我们香港的就关闭 关闭呢 主要是考虑到第一 明年三月份 周期到期 我们需要清理很多物资 第二个呢 我们是希望 把这个 到场转到网络上 我们无量寿听 专修网呢 3w.amtb.hk 我准备设立一个叫义工之家 通过用户名和登录 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信息 那对于老菩萨呢 年纪大的 不方便的 怎么样呢 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在家 听好经 念好佛 有法会的在随省下 咱最关键的目标是网上极乐 咱年纪大了 咱出来法会的时候 做的影响重 带着他们年轻人 平时呢 不要那么太忙 把时间多留给念阿弥陀佛 念自己求生极乐 年轻人呢 要多做事 积累自己的福德 积累自己的网上的资粮 要有为众生 为佛法 贡献自己的这份心 这个纯心 这个心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如果很年轻 我们就很想 像老菩萨这样的 就是听经念佛 什么都不做 没有缘可以 有缘呢 这就不慈悲了 我都讲课里 给大家汇报过 刘瑞宇老师这样 就是痛斥我的 因为我那时候 就很贪清修啊 我就吃饭的时候 问刘老菩萨 我说刘老师 我可不可以像您那样啊 大家老法师 都是号召向您学习吗 我说我可不可以 把女的课停一停 不出去讲论坛 回家去念佛呀 听经 他就当着一桌子的棉 呵斥我 他说你一点自卑心都没有 你这不是学活的 给我骂的 我当时那两个是 哗哗的流 全是委屈的两个 我觉得说的也不对呀 我觉得那我 那大家都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后来觉得有我就不对了 把我放下 只要众生有需要 随时都可以 大家欢喜听 那我就讲 大家哪天不想进去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 感恩我们在座的一工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